哈囉 好 延續前一則 現在時間我們看一下 2019 10月16日 下午6點38分 今天是星期三 延續前一則 延續前一則 也剩20139則 資料驗證清單 現在是選單 值得很重要 剛才做到的不行 2007、2010是大同小於 但是有一些差異 就是2007 需在同一個活躍部 大概15操作 那2010就 可以在別人活躍部的意思 試用前置呢 兩種方法 大概15操作 就是 2010不一定 等一下 操作一下 這個是之前的 日期的重點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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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這個優點就是 列式的日記帳 好 首先 切日子提示 沒有關係 等一下 填一下他們 比如說 我們把它打一下 這是日期之前列起過的 那現在列式的是 收支類別的打法 好 首先 記得先消息範圍 接著 資料 資料 資料驗證 好 這個 中文的一個流程 還有就是位置功能 要解一下 資料 資料 資料驗證 第一個資料驗證 看一下 好了 取消 那這邊 這些方框 然後這邊有一個 中文格允許是 預設是任意子 那自行找 清單 之前是日期 現在清單 好 要解一下 不要點錯 然後來源就是範圍的意思 那來源的話 我設定在同一個活躍部的原因 是因為這是2007版 需要在同一個活躍部的意思 等一下 好 這邊收支出 這是收支類別 好 點選 OK 那之後確定 那不要的話就清除 那現在確定 等一下 那如果看別人進去 就點它一下 好 點選 然後收入 然後是新資收入 那交通費是支出 那就可以很快速點選 那就可以很快速點選 這時候有資料驗證 那修行的話 有支出 獎金的話呢 是收入的話 一起累退 那記得要 清楚的話 在對決範圍一樣 按照原來路徑 資料 資料 再用來方框 然後這邊有一個 全部清除點 還是可以 好 接著 信用時收支類別 這是實用者 實用者 實用者也是一樣 先去範圍 等一下 再同一個回覆 好 進去範圍的資料 這個驗證 然後一直在這裡 等一下 這個驗證 然後呢 也是一樣 是清單 來源呢 是實用者這邊 好 這邊對應一下 ABCD 然後進去範圍 撐一下 好 再點進去 就會旁邊 出了一個按鈕 等一下 假設是B 好 一起來一推 實用者是誰 把名字 英文的 都可以 也是一些數字 當然都可以 那假設我要修改 好 假設這樣 修改的話 就是 你看 在裡面錄進資料 然後呢 看一下 這個驗證 這個驗證 好 這邊全部清除 確定 之後我這邊 展示我現在有多一個 好 慢慢按 按 按 然後 再按 按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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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邊是範圍的 這邊是範圍的 那今天因為 練習的是資料驗證系列 是一個系列 那之後也就是再驗證一個系列 那我今天因為 是2010月12日的牙齒做矯正第二天 所以那個口齒 不是很清晰 單純是做膚複習 這很重要 這個練習的方法 那也可以手動的去打 比如說 這個事物操作一下 因為很簡單所以我就列過手動的方式 ABCDE 這邊有動點 很簡單的直接操作一下 看一下 第幾則 這是第39則 資料驗證系列 OK